相信每一个人吃番茄和鸡蛋的人都会喜欢它 但是我们今天做一道比较贵的 番茄打上花刀以后下午开水中煮它一到两分钟 时间到把它捞出放在凉水中浸泡去皮 番茄的皮它不利于人体的消化 也会影响整道菜的口感 去好皮以后把它切成小块 准备四个土鸡蛋把它打散 活鲍鱼把它取肉 刀插入鲍鱼的底部把它的肉撬开 去好肉以后下午一些盐进行抓板 腌制它五到十分钟 盐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去除鲍鱼表面上的黑物 我这个腌制十分钟以后 用手轻轻地一搓它的黑物就掉了 一些夹在缝隙里面的黑物 用个刷子把它稍微刷一下 洗干净以后把它打上十字花刀 下一步组织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花朵的形状 再配上两颗的炒菇提圈 切点姜 芹菜末和葱花 准备一锅开水 下午鲍鱼 把鲍鱼汆烫至定型就可以出锅 塑水也可以去除鲍鱼表面上的一些粘液 把锅烧热以后下午油 然后下午鸡蛋 先把鸡蛋炒至定型 然后再炒番茄 在炒鸡蛋的同时 一定要全程大火 看到它表面会起一个蛋圈 这时候你把它推开 没有熟的月体 它就会自然流到锅底 炒至到它稍微的凝固 还有一些流动性 这时候把鸡蛋打散 出锅 出锅以后不用洗锅 再下午一些油 下午番茄 把番茄进行一个煸炒 在煸炒的同时 我们下午一些盐和糖 提前下盐 可以让番茄的味道释放出来 在炒制的过程中 也可以加入一些番茄酱 增加番茄的香味 因为我们现在的番茄 大多数都是一个味熟的一个状态 它的番茄味不是很浓郁 炒到番茄闻到香味以后 下午适量的水 然后下午姜片 还有芹菜末 还有我们提前的炒菇和鲍鱼 下午鲍鱼以后 再下午一小勺的蚝油调味 盖上盖子 焖煮它一分钟左右 让鲍鱼和番茄有一个融合 一分钟以后 再下午我们的鸡蛋 让鸡蛋和我们再次的融合 出锅前再给上一些淀粉水 让这一道菜的汤汁凝结在一块 准备出锅了 就可以给上一些花生油 这一道菜在番茄炒鸡蛋的基础上 加入鲍鱼 可以增加这一道菜的鲜味 如果买不到鲍鱼 也可以加入一些花甲肉 或者白背肉一起煮制 也是非常的好吃的 高配的番茄炒鸡蛋 这一道菜